烈乳香芋头节热闹开跑 除了可以亲自体验挖芋头的乐趣 还可以品尝不少具有特色的风味餐 芋头料理变变变 可以当主角也可以当配角 其中这一道玉炼肉 更是小金门出了名的特色菜 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罐头 一拉开可是充满了浓浓的肉汁香 令人口水直流 甜度也很够特殊的味道 就是普通的芋头没有的这个味道 很露这个口感非常好 这个是最怀念的味道可以说是 看这满满的人潮就知道 一定还有更多的好料 隐身在这充满芋头香气的空间里 像是这一层层叠得像金字塔的芋头丝 光是外形就有够吸引人 吃法也很特别 它用海苔然后来包裹芋头丝 特别是它芋头丝泡得很细 比面相还要细 我觉得吃起来那一种酥脆的程度是 一般可能没有享受过芋头的人 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炸得相当酥脆的芋头丝缠绕在一起 搭配海苔和芝麻的特殊香气 一口咬下咔嚓咔嚓的令人齿甲流香 也难怪这些套客们脸上尽是满足的表情 而你以为芋头的巧思只有这样吗 主厨物可是自创了一道料理 还特别取名为农家芋头丝 就是要表现在地的特色 这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口感的 芋头的露菜 那它就是有很浓郁的芋头香 那层次也是说 它里面是有点松软 那外面的话是很酥脆 那咬下去的话 就是都有芋头的香味出来这样 想要知道在金门 还有哪些美味的料理吗